那群群群在這裡 發聲好一點點 大家都拆聲 我們在7月13日至15日3日 天下圍攻立法會 我記得七一大遊行那天 有二十多萬人上街 跟著泛民主派 就不停抽水 我記得我們百多人 人民力量139人 在北角警署還未出來的時候 民主黨那些人有十個八個 就拿著橫額上去政府總部 要求撤回方案 跟著就說要包圍立法會 後來 7月4日 政府說 我們要延遲易讀 過了暑假先 因為要諮詢民意 初初說不用 現在又說要了 然後民主黨就說 我們不鼓勵大家 圍攻立法會 原來他知道 就是在前一天我們開記者會 我們說 人民力量已經在康民署 借了 借打花園和王后長 港長 我們要天下圍攻立法會 我們要天下圍攻立法會 那些人就馬上肅殺 這些就叫做民主派 各位朋友 看清楚是真面目 我們達到今天為止 我們仍然呼籲 泛民主派這些立法會員 包括民主黨 參加7月13日的天下圍攻 好不好 好 即是在香港 搞政黨 是為了選舉 選舉就是為了做立法會議 跟著又可以為 因為我們搞政黨 不合數可以散掉 OK 政黨是工具 人民才是目的 你看看人民力量 短短只有六七個月 是吧 在7日我們可以動員 成萬個群眾跟我們的隊行 但是竟然有人抹黑我們 說我們派衣服給人 我派衣服給人 派這件衣服給人 都可以派到四十八晚回來的 OK 不要緊 大家有眼看 我們一收盾球場 五千人在這集會 拖著他 跟著二千人殺到中環 OK 到最後一百三十九人 松茸被捕 全部落了媽葉索帶 包括我在內 不過 我們會追究他 昨天我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 提出 我要緊急 有一個緊急的質詢 下個星期三 問這個曾偉雄這個契弟 你做什麼和平示威 要落索帶 還有手扣 我不是說因為我是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議員不是大了 連此犯罪 民同罪 當時我們跟警察說好 我們現在坐在這裏 你要清場我給你抬 OK 你就不要動手動腳 我們不會反抗 我們也跟那些當時 和我們一起坐在這裏的手足說 我們不要反抗 因為你硬手硬腳 如果踢到他就告你斬警 你沒有著數的 這個是一個和平抗爭 我又站在這裏 是不是 他走過來 我黃毓民先生 我現在要拘捕你 拘捕就拘捕 不怕他下手扣 還要反鎖 我還是笑一下 十幾個警察寒著我 我就是當你無盜 因為我計算過這條數 回到立法會 我就跟他計算 你曾偉雄作為警務處處長 或者你的助理警務處處長 只要小弟提出一條問題 你就要來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解釋 你催 我在警察跟警察說 我不會怪你的前線警務人員 你執行任務 上頭交大 最好笑的是警察 我媽媽說 翁敏哥 不好意思 你大老爺說事 你知道你是VIP 來的嗎 還有一架豬籠車 裝我一個人 都算給面子 嘩 政府錢多 浪費警力 你明明我們有139人要上車 我那輛車只有一個人 是不是 那是不是浪費警力 你怕我走去嗎 那他又說 是咯 因為你是VIP 特別照顧 不要緊 你特別照顧我 我想你跟他說 我不會怪你們的 但是你那些阿sir 我一定會召他來立法會 召喚一下他 喂 我催你吳sir 我羞辱你一輪都可以 你那些任家屋 回到警察 回到警察 嘩 看見你那隻狗 你來立法會 我罵到你丟頭 可以 好 所以 喂 你講法律 是吧 我那天帶些學生 昨天帶些學生 參觀立法會的時候 我又提一件事 講立法會 我講到警察 我說警察 維持治安 他執行這個任務 你就一定要賦予他執行任務的權力 是吧 在法律上 所以他有槍 又手扣 我去搜尋你 是吧 但是 那個權力 是受法律的規範 不能濫權 不能遇遇的界限 阿嬸家你抄牌 又拔架出來 對著人家 或人家拿包剪刀 我是給你有槍 就不是叫你阿嬸家 把槍出來對著人家 對著那個女人 你多醜怪 是吧 我給你手扣你 是要你執行任務 維持秩序 遇到反抗的時候 就鎖他 我們這樣 你拉我 我現在上車 你鎖我幹什麼 你給他一個任務 你同時給他一個權力 但這個權力 不能夠遇遇的界限 民主政治 就是靠這件事 就是我們要限制政府的權力 不能侵犯人權 對不對 我不是不讓你拉賊 不是不讓你去偷聽別人的電話 跟蹤別人 但是你偷聽電話 夠鐘你就要下班了 是不是 哦 這個是毒犯 我現在跟著他 偷聽他的電話 結果後來發現他不是 那你又要下班 不是他繼續跟 繼續聽別人的電話 看別人有沒有追女 這些是侵犯私隱 我給你了一個權力 但我權力是有界限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明白這個道理 有些人說 你這幫混蛋 破壞社會 脫罪 坐著在馬路上 喂 大哥 我們人民力量 由收盾球場 走內中環 那條都是遊行路線 各位 我們沒有脫離這遊行路線 只不過我走一走 你這幫混蛋 你這幫貴 你這幫貴 都站著我們 你知不知道 那裡有多少警察 上網上 我們人網看一些片 我們都拍下來的 我們多謝阿波 阿波拍出現場被捕的情況 那個被捕的情況 你看到四周圍有幾多警察 我們只有130多人 家產時起碼有2000個警察 四周圍馬路的通道 全部都是警車 那些警察跟我說 那些衝鋒隊出來了 他們說 我們新界西又有 新界北又有 新界南區又有 水景又有 幾招呼你 出來了 殺人犯嗎 這幫人有炸彈嗎 大哥 搞到警察通宵 是吧 所以一個人不夠分 就一定操 我們一控制他 他的袋子出來 就噴胡椒噴霧 是吧 接著大舊就兜心 被他拿了取 是吧 我就被他很厲害 搶我眼鏡 我快手 我拔掉眼鏡 是吧 什麼都來 是吧 這些就是超越了 我權力的解限 我們一定跟他計算 不是因為我們 而是因為將來那個示威遊行 和平示威遊行 會受到警方的打壓 大家看看這個警務處長 一上台就 中尊打壓和平示威 他要表公 是吧 他要裸彩 他要立威 但是他一定會自食惡果 我現在告訴你 好 因為這個社會如果出現動盪 甚至有這麼多 曾偉雄要負完全的責任 當然 我最大的責任是另外一個姓曾的 這個不死都沒用的一個曾任權 是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政府 臨到還有一個年多 脫脫流流 脫頭脫骨 進退失局 一個這樣的替死方案 5月17日 提出來的 為什麼5月17日 因為是516公投一周年 他拿我們來採 故意在5月17日提一個建議 就是以後立法會分區直選 或者將來2012年的超級功能組別 的立法會議員 如果出決 不得補選 要用一個替補方案 就由同區那張名單 第二告票那個替補 5月17日提出這個建議 在5月底 5月20幾日 立法會的政制事務委會 立即召開一個特別會議 就被林瑞麟這個契弟 來介紹這個替補方案 小弟在現場 五度打斷這個林瑞麟的說話 到最後去掃這個譚耀宗張桌 掃這個林瑞麟張桌 就被這個政制及內地 不是 被這個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譚耀宗 就將我趕出會議廳 我又創造了一個紀錄 就是事務委員會主席 可以趕我走 原本只是曾鈺成才行 因為多謝民主派公民黨民主黨 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將立法會大會主席 趕我們這些行為 拔檢的議員離開議事廳的 權力抗及事務委員會 你說是不是很過份啊 我就做了個紀錄你就怕我走 就是為了針對這個提捕放寒小弟 就是第一局 接著到六月 連續開五日 一個禮拜的法案委員會 要趕快審議這條法例 因為在這個法案立法會議讀的時候 我 趕過去 要動這個林瑞麟 跟他差半尺位置 結果被七個保安寒著我 各位 我們就這個問題 開始抗爭的時候 特別在一個立法會大會 甚至在政制事務委會 特別會議裡面 那些民主派 一個人都沒有在會場 今時今日你走出來 抽水 要求撤回替死方案 但又不敢圍攻立法會 你回家睡覺了 對不對 所以香港的政黨 民主黨就是這樣 民建聯真是最淒涼 有欲無榮 替死方案一出 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 譚耀宗趕快開個特別會議 給林瑞麟來講 然後趕快成立法案委員會 然後趕快爭取成為法案委員會的主席 因為他們人多 一切都是為政府 就是護航 好了 有些建制派議員說 這個替補方案都有些問題 不如同一張名單替補吧 林瑞麟說不行 梁美芬也說不行 老書芬現在不知去了哪 梁美芬說 如果這樣就用什麽來勢集 同一張名單 黃毓民辭職 下面那個李慧兒做 那就傳給他 但又有空喜歡辭職 林瑞麟說不行 你這個不公道 然後譚耀宗又說 真的不行 這個是不行 所以我們支持政府這個方案 好了 到些人吵到反了 然後他說 我現在修訂 這個替補方案 就是由你的名單才替補 不能替補才找隔離的名單 然後譚耀宗又說 我們都支持 然後7月之後 第二天 全世界都說 你撤回方案 有些就說 最好是諮詢 然後譚耀宗說 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諮詢恐怕到趕不及的 因為11月的選區議會 所以不用諮詢